为了促进台湾的农村社区产业发展 推动农村社区活化 水土保持局从2015年开始 就选出全台湾各地农村具有在地特色的产品 并且选出所谓的农村好物 在帮助农民行销推广各式农特产品 今年2018年奉有75项产品入选 8月20号还在台中市北屯区的保利金餐厅 邀请专家跟评审委员当场试吃品尝 选出优秀的农村好物 水保局办理农村在身已经第八年了 农村要永续一定要有产业 不是说只有环境改善 那产业我们就透过企业化辅导 还有农村好物来强化这些社区的产品 能够行销出去增加他们的经济收入 2018年的农村好物选拔比赛 从7月16号开始报名到8月3号为止 一共有五股杂粮 调理食品 即时饮品 冲泡饮品 休闲凝食 酿造腌制 综合礼盒 生活用品等九种列别商品 水土保持局表示 希望选出代表农村社区 并且具有发展潜力的商品 作为现代化农村的表率 像今天我们看到就是一级产品像一些米 还有一些利用我们在地的食材 制作的一些像米粉 面条 还有一些利用在地的这一些像可可豆的咖啡 还有一些饮品 饮品就非常多 这一次的选拔最后要选出30项农村好物 水保局将在高速公路中立 泰安 东山 光庙服务区 还有高铁云林站 设置农村好物产品销售庄柜 并且建构网路商城 帮农民行销 让更多的农村产品 有机会推广到各地 促进台湾整体的农业发展 记者陈文旭 杨静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